Hello,新浪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磊 最近是在上海拍新电影是吗? 不在上海,在大山里面 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电影,这个新角色呗 新电影,新电影名字叫阿修罗 新角色,不让我说保密 所以这次好像来北京,参加活动可以见到好多新的老的朋友 嗯,对 所以见到虎哥和刘浩然会比较开心吗? 其实还没见到,不过待会儿肯定会见到,很期待 因为又有段时间没见了 会更期待跟谁的碰面呢? 更期待和大家见面,大家一起在对着老 其实这场是活动里面年纪最小的男艺人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怯场面对这种活动 怯场,大家都是演员,年龄不是问题 不过怯场还是会紧张的 因为我还是比较擅长于在拍戏的时候面对见头 对 这次也有一些是之前没有见过的,不可期待见到谁 还有谁 周勋啊 周勋啊 是许姐也认识 对,他们都还没有见过 我期待多见 会这样见到秦同吗? 会呀,会呀 我很愿意去交新朋友 嗯,刚刚说到这个 你是这次活动中年龄最小的男嘉宾啊 嗯,看你的朋友 大家不觉得这些年龄都会比大,像胡歌啊,刘浩然啊 所以你会觉得说你在他们当中是心理年龄是比较成熟一点还是比较幼稚一点 我觉得可能演员和演员之间有共同的沟通方式 我也觉得我应该是我心理年龄比较老 因为我觉得我上到80岁下到15岁 下到不止15岁 5岁都可以沟通无障碍 所以是比较老少通杀什么的 不叫通杀了也比较通吃 就是话比较多都聊得来 那他们几个作为年龄上有一点点优势 那他们会平时会以长辈自居说会给你全受一些人生经验 大家都很亲和 就不会跟你说教是吗 会交流了 谈不少说教 平时交流的话题会是什么 男生之间 男生之间 都有啊演技啊身边发生的新鲜事情啊都闲聊也没有那么严肃 闲聊会聊演技这么深刻的话题吗 会讲演那场戏一些系的经验啊 会有些经历啊 对 我以为男孩之间会聊什么游戏啊 车啊 玩就是玩具啊这种 甚至女孩啊这种会比较多 会聊会聊 但其实各自都都不是很有事 所以你刚提到其实男生之恋的话题是有很多种的 对啊 你们平时聊有什么会比较多 真的是演技比较多吗 都有 对啊